日本在星期五表示 將會對15名俄羅斯人 以合系9個組織實施制裁 其中包括國防官員 以及國營武器出口商 國防出口公司 另一項包括財產凍結的制裁 是日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之後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的最新發展 有時限選擇 Bg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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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ge